那如果是建材股,3323,怎樣看呢? Ms.Nan想問,她十個百有貨 想問有一定的指示價在網上多少? 如果你說十個百有貨,就現在其實你貼近十元邊 其實都,即是,賬面虧損都開始不小了 我自己覺得就,剛才說的,雖然就看建材類的 價格,即是說水泥,玻璃那些,未來一季都應該不會大幅走低 甚至乎玻璃就應該都偏強,那但是就 這個,即是說中建材這段時間,就是回落得都頗多的 還有其實另外考慮一個問題就是,第一季其實 國企類型的,其實升得都挺好的,買盤都很厲害的 但是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都,都回落呢 那我自己覺得就十元邊,即是可能給多一點點吧 譬如,九個八其實就比較關鍵的 就不容有失的了,如果這些位都失手就 我會建議指示先會好一點的 尤其是因為323比其他水泥股比呢 它的槓桿是其中一間最大的 就是會有些擔心就是未來這一季,即是中國的信貸方面都 雖然現在就官方不停地放水啦 或者叫做貨幣政策都相當寬鬆下 但是都難保會,即是未來這一季可能會有相關的事情 之前說來訪那些,你看到都其實都不是那麼理想的 那其實都有一些都有一些擔心的 那變了我覺得看價值設好一點 即是不建議說不怕的,駕駛到年底那些 這就不是他的建議了 明白